好了 同志们 我们继续啊 我们继续 那么 下面 我们开始讲那个swap 对吧 swap啊 我前导课里面呢swap给的篇幅非常少 非常少啊 其实呢这个swap考的地方很多 对吧 正课里面会搬过来的啊 会反过来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swap啊 首先简单的定义 大家应该都知道了 就是互换合约 它是一个over-the-counter contract in which two parties agrees to pay a serious cash flow to each other 双方互换 它这里叫现金流啊 它这边是互换现金流 其实不一定是换现金流了 以现金流换物 以物换物 以现金流换现金流都可以啊 都可以 那么 以现金流换保障也可以 对吧 想换什么都可以 好 这个叫互换合约 互换合约 那比如说我们跟那个叫什么 比如说各个俄罗斯签了一个什么 长期石油供货合同 对吧 假如说我不知道 不知道它那个合同怎么签的啊 那假如说它每年要进我们多少 我们以身多少价格买下来 固定啊 每年 然后供货30年 供货20年 那么这个就是一个swap吧 是不是啊 朋友们 这是一个设计commodity的swap 这就是一个设计commodity的swap 那么大家知道当这个合约签下去的时候 风险也是比较大的吧 尤其是长期的 那么像我们 而且swap嘛 很多都会到期限很长 30年的swap很多 有很多东西 30年的swap很多的 因为它需要长期的一个稳定 长期的一个金额的稳定 好 那么下面它说swap有什么特点 基本上和forward是一样的 基本上和forward是一样的 你看 serious or forward contract 你可以把这个swap看成是一堆forward的组合 对吗 同志们 swap说我未来一系列时间点上进行交易嘛 每一个时间点上进行的一个交易都是一个forward的 对吧 customize the contract 那么这个东西是啊 这个东西是这个 这个定制的啊 定制化的 你私下里可以弹的 私下的合约 我们交易所里炒期货 没见过炒 炒互换的 对不对 这个没见过啊 no payment at the initiation of a swap 刚开始互换的时候要不要付钱啊 不付 对不对 不付的 那么我们以后做题目的时候 你要注意一下 Future也是不付的 Future也是不付的 你付的钱是保证金 对吧 并不是你给对方付的一个什么钱 No payment is initiation of a swap Default risk 它有没有Default risk 有 是不是 有 比如说石油合约 我们不付了 那么俄罗斯就麻烦大了 对不对 或者说俄罗斯不给油了 我们麻烦也大了 所以双方都是怕对方有Default的问题 现在我觉得我们应该Default 是吧 这个价格好像有点高 但是这样的话 Default的话 整个国际社会上的名声就完了 是这样吧 所以这个没办法 跟人家签了合约 就这样 但是像 像俄罗斯呢 这个 在国际上名声其实一般 其实一般 就对他不利的时候 他经常会 对吧 经常会Default 我们国家至少还没有 没有Default 基本上没有这样过 好 下面 那么他说swap 该如何进行terminate swap要terminate是容易还是简单 是简单还是难 是肯定很难嘛 对不对 对不对 那个石油合约你terminate试试看 对吧 肯定很难 不是鼠标点一下就结束的事情 好 那么这个时候就可以说了 Mutual agreement by both parties 我想要 我想要把这份合约取消掉 那么双方再坐在一起 再商谈一下了 是不是 把这份东西给取消掉 或者enter an offset swap 进入一个反向的合约 反向的合约 也可以啊 我跟人家签了30年 现在已经三年过去了 我再找个人签27年的就可以了 只是难度有点大 对吧 只是难度有点大而已 sale the swap to another counterparty sale the swap to another counterparty 好 那么这个说就是我 我签的这份合同 对我来说其实是一个债务 或者是一个资产嘛 我把整个东西 跟别人再签一个合同 说这个我的债务 或者资产权转移到 你那边去吧 我就不管了 我就不管了 就可以这么干 还有呢叫exercise the swapsion swapsion swapsion等于swaps加option 注意一下 swapsion它本质上是一个option 它本质上是一个option 它是怎么样一个option呢 就是说未来我有权和你签一个swap的合约 这样一个option啊 它是个期权 这个期权呢 说我未来在某一个时间点 能以特定的价格和你签一个swap合约 跟你签一个swap合约 所以它是一个基于衍生品的衍生品嘛 对吧同学们 它的endline也是个衍生品 那么为什么说它可以terminate swap呢 就是说你跟别人签一个swap的时候 互换的时候 跟他一签三十年 你心中是不是也有点颤抖啊 你有点怕了 所以跟他签的时候 同时跟他签一个反向的swap行 那明白我意思吧 就是说未来 如果我觉得 如果我觉得这个对我不利了或者什么 我就条件就先写好 我有权在未来和你签一个反向的swap swap是不是说 我有权在未来和你签一个swap协议啊 那么我这里面就写好 未来这个swap呢 正好和我现在签给你签的这个swap 是完全反向的 完全反向的啊 所以有很多swap签的时候 就会带一个反向的swap去啊 这个签的人也怕呀 对吧 一签三十年这个 有点怕啊 好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swap的terminate swap的terminate 就是这样 比较困难的 swap签下去 这个很麻烦 好 好 接下来 这个swap啊 里面有哪些互换啊 有哪些互换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t underlying assets the swap could be classified as 货币互换 货币互换 我们两个货币一换一换 我把这个货币的收益给你 你把那个货币的收益给我 这就结束了啊 那么货币互换 大家注意一下啊 货币互换 它真的涉及到本金的互换的 本金互换的 它涉及到本金互换的 什么叫涉及到本金互换的 我拿美金跟你换人民币 我拿美金跟你换人民币 那美金和人民币能不能互相抵消 我欠你一万美金 你欠我六万人民币 假如说六万五人民币 这个能不能抵消的 币种不一样 不好抵的啊 同志们 能明白我的意思吧 我欠你六万人民币 你欠我五万人民币 那我给你一万就解决了吧 是这样吧 这币种效能可以抵消 但币种不一样 不可以抵消的 因此呢我们互换的时候 我把一万人民币给你 一万美金给你 你把六万五千人民币给我 这件事情抵消不了 抵消不了 所以它上来就会有本金的互换的 我真的要把美金给你 你真的要把人民币给我的 互换完了以后 然后大家开始复习 在当中啊 我把美金给你 是不是相当于 我把美金借给你了 你是不是应该 每隔一段时间 付我美金的利息啊 对吧 兄弟们 你把人民币给我 是不是相当于 你把人民币借给我了 我每隔一段时间 应该付你人民币的利息吧 所以在每隔一个时间点上 咱们双方互相付利息 付到最后 到最后一个时间点 咱们再把这个货币给 换回来吧 换回来 就结束了啊 那么同学要问 为什么要这么干对吧 跟大家说过吧 跟大家说过没有 为什么要这么干 费老大的进来 因为有一个就是很 很特殊 很常见的案例 就是 我是那个 就是我是美国企业 然后在美国的融资会低嘛 你是中国的企业 你在中国融资成本会低 然后我美国的企业想到中国来开 开公司 然后你中国的企业想跑到美国去开公司 那这样的话 我在中国 美国企业在中国借款的话 利率高啊 然后中国企业到美国去借款的话 利率也高 对吧 因为银行对他不信任 所以与其这样 不如美国的企业 先在美国借好 借好美金 中国的企业在中国借好 人民币嘛 相当于我帮你借 比如说我帮你借美金 你帮我借人民币 借完了以后 咱们互换一下 然后再互相复地 到最后再换回来结束了 是这么个问题吧 对双方都 都好 双方都好 这是金融领域的国际贸易 对吧 是不是金融领域的国际贸易啊 是这么回事吧 这就是这样的啊 对双方都好 那么对双方都不好的嘛 就是有可能 对吧 对吧 我如果 我本来我到美国去 我往美国银行借 那就OK了 但万一我跟你 弄了这个合约 你跑路了 我就比较麻烦 是吧 我就比较麻烦啊 不过好处呢 是有一点就是 虽然你跑路了 但是你也借了钱给我 至少有一部分资产在 在我这边吧 也会好一些啊 好 那么这个就是 currency swap currency swap interest rate swap 利率互换 利率互换 这个跟大家讲过没 为什么要进行利率互换 讲过吧 讲过了啊 那么 一方要付那个 浮动 对不对 一方是付 固定 那么 咱们换一换 咱们换一换 你帮我付浮动 我帮你付固定 就这么换一换 出于某些目的 这样换一换就OK了 有没有浮动换浮动的 同志们 对啊 浮动换浮动啊 有没有啊 浮动换浮动是可以的 因为因为有一些 比如说这个浮动是 是因为他们的 比如说credit risk 并不一样嘛 我我我用 我用银行的信用 换你的什么企业的 高等级的企业的信用 对吧 这个浮动换浮动是可能的 有没有固定换固定的 好像不大常见 我以固 我向你支付每年固定 支付8% 你向我每年固定支付6% 那我为什么要干这个事呢 是吧 这个这个这个不常见 对吧 浮动换浮动是有的 浮动换浮动 浮动换浮动 实际上就是在赌 他们两个浮动利率里面的 spread 是不是会发生变化吧 对不对 浮动和固定换的时候 就是这也是赌 这两个利率之间的 spread在变嘛 固定换固定 这spread好像不变的 对吧 这个这个这个要再想想 这个这个这个会不会有 这个好像没见过 好 equity swap equity swap 就是今天我早上说的 你这个只有 你只能持债券 但是想炒股票 你怎么怎么办 对吧 你就可以通过这个东西 我拿债券的收益给你 你拿股票的东西给我 那么这个里面花头其实很多的 很多的 你跟我说 就是我我我这个基金经理 只允许我炒大盘股 只允许我炒大盘股 但是我觉得今年 假如说不去找不去炒那个 这个创业板 这盔大法了 那怎么办呢 我就跟别人签一个合同 说我把蓝筹股的收益 全给你 你把创业板的收益 全给我 是不是 这这这就变成了 我拿了蓝筹股去炒 创业板吧 就就可以啊 就可以 好 我看新闻啊 前两天好像证监会 刚刚叫停了一个叫什么 就是就是就是那个什么 equity swap 刚叫停了一个equity swap 好像 就就就啥意思呢 之前我们不是那个叫什么 什么配资吗 你不全杀掉了吗 配资配资嘛 这个就是很很很那个的 我借钱给你 你去炒股票嘛 对不对 然后你你你你的所有金额 就相当于 这个我这边给你 看看差不多了就平常 就就这么个事情吧 这个叫停 不能干了 这个你再这么干就不行了 对吧 对中国的金融 金融秩序造成了影响啊 造成金融市场动荡 这个这个事情不能干了 好了 人家想出来个办法 人家想出来个办法 我借你一笔钱 这个是fixed income的 对不对 规定 规定不能去炒股票 规定不能去炒 好 接下来我来炒股票 能明白我的意思吧 券商不是有自营盘的吗 我可以炒 我炒股票 我不是借给你钱了吗 好 接下来签一个呢 互换 接下来签一个互换 能明白我的意思吧 是不是我把钱借给他了 是不是他我把钱借给他了 然后他没有买股票啊 是不是他去炒股票去了 变成我带他去买股票 然后我买完了 然后fixed income的收入归我 股票的收益归你 是这么个东西吧 这个后来发现 原来还有这个东西啊 好 一看 原来有六千亿 这东西已经上万亿了 这个东西 原来还有这种高法 对吧 那就就就这个 这个后来被监管发现了 叫停 插掉了 就这样 以后也不知道有什么东西 对吧 有这种 就就就就 就前几 前几个礼拜吧 就把这个杀掉了 对吧 就就有这个 所以你看我们金融创新 也是很 很努力的 对吧 很努力的 commodity swap 商品互换 商品互换 那么那个是 和俄罗斯签的那个 假如说他是用swap的形式来签的话 那就是一个典型的 商品互换 对吧 这是一个商品互换 好 那么swap是比较多的 内容虽然少 但是 但是他的那个里面的玩法最多 期货没什么玩法的 期货就是硬来 long和short只有两个动作 对吧 forward也没什么动作 swap动作多 好 我们来看一下下面那个swap的题目 which of the following characteristics about the swap is least accurate 最不精确的 最不精确的 swap have no active secondary market 对吗同志们 好像是对的吧 没提到过 custom instrument 是可定制的这个金融工具 对吗同志们 对啊 highly regulated 它它是OTC的嘛 不是highly little or no 应该是 所以答案选 c unregulated 好 好 swap我们就 就先讲到这儿啊 下面一个 farm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 期权对吧 期权啊 期权啊 期权 你不把期权弄弄好 都不好意思跟别人说学过 学过方案们对吧 好 那么就期权啊 因为搞期权 因为算期权价值的人 得了诺贝尔奖吧 对不对 搞future的人 有得诺贝尔奖的吗 是不是没有是吧 搞swap的也没有 也没有 好 所以 所以大家可以知道 这个期权的难度啊 和那个还是有区别的 对吧 难度还是有区别的啊 那么我们看一下第一 options are right to buy or sell 它是一个权力啊 权力 fix price 那么这个fix price呢 我们通常把它叫 exercise price exercise price 那么叫执行家吧 对不对 执行 exercise price 执行家 有的时候也叫strike price stri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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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ice 执行家 那么 我们以后做题目的时候 这个exercise price 或者叫strike price 通常用的符号是x 大写的x 就是代表exercise嘛 或者写k k就是strike 对吧 strike 它的符号 通常会写在这 就代表它的执行家 执行家 x或者k 那我市场的价格 就是大写的s吧 spot price 对不对 spot price 好 那么先开始写了 期权的价格 期权的价格 注意下 期权的价格 并不是下面underline assets的价格 而是我这个期权 是多少钱嘛 实际上就是期权费 对不对 期权费啊 to obtain this right 为了获得这个权利啊 the option buyer pays the seller a sum of money 要付一笔钱的 commonly referred to as the option price 作为这个期权的价格 on occasion 那么通常 this option price is called option premium premium叫期权费吧 对吧 option premium啊 期权费 or just the premium premium premium有的时候叫溢价什么什么 对吧 保费也叫premium 保险费也叫premium 因此我们可以知道option其实和保险还是有点关系的吧 是吧 都期权费和保险费都叫premium 下面就是strike price 就是我说的 其实也就是exercise price strike price striking price or strike 执行价 执行价格 或者说叫行权价 对不对 行权价格 行使你的权利 行权 exercise 行权 the use of this right to buy or sell the endless is referred to as exercise or exercising the option 好 结算价值 payoff payoff the value of an option at expiration 当期权到期的时候 这个期权的价值 期权到期的那个时间点上期权的价值 叫payoff payoff 这个其实是很容易的 比如说我跟你签一个 我从你这边买一个那个期权 期权 然后是什么呢 我能够以100块钱向你买一样东西 买一样东西 到期了以后 这样东西现在是80块钱 这样东西现在市场价是80块钱 那么请问它的payoff是多少 payoff payoff 是-20吗 同志们 不是 是零对不对 因为我跟你约定100块能够向你买这样东西 而市场上现在只有80块 到期了以后市场上只有80块 这意味着我不会去行权的 所以这个 这份权利对我来说 就是一张废纸 什么都没有用 所以我得到它的价值就是零 对吧 我不会傻到 倒贴20块去吧 对吧 我不会傻到干这个事 如果这个 这个东西 它的价格是120 是120的话 对我来说 它的payoff就是20块了 对不对 我能够以100块钱 买到120块的东西 那么如何实现这20块的价值呢 很简单 100块从你这边买下来 转手120块从市场上 卖出去 是不是就20块就出来了 就体现在这 所以我的payoff就是20 因此我们可以想象到 行权的时候 我的payoff肯定是要大于零的 不然我傻呀 对不对 那么如果我不行权了 它的payoff必然是零 是吧 同志们 没错 好 下面那个我行权的时候 我是不是叫行权了 行权呢 它有两种权利可以行的 一个是要求买入 一个是要求买入 还有一种是要求卖出吧 那么这个里面它就分了 所以分成了看涨期权和看跌期权 看涨期权叫call call option call is an option granting the right to buy the underlying 有权去买入基础资产 或者是标题资产的 这个叫看涨期权 有权卖出一个基础资产的 这个叫看跌期权 看跌期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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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期权本身就是我付你一笔那个一笔期权费 然后我获得一个获得一个获利的可能 对不对 如果是我看涨价格涨上去我就获利 对不对 如果我是买的是看跌期权的价格跌下去 我就获利了吧 这个符合赌博的基本要求吧 这个是可以来赌的 那么我可以拿这个用来用于赌博 我也可以拿这个东西来转移风险 我非常害怕价格涨上去 假如说在一种情况下 我非常害怕某一个东西价格涨上去 那么我就应该去买一个看涨的期权 我害怕它涨上去 所以我希望当它涨上去的时候 有人能够给我补偿 对吗同志们 我怕什么我就要去勇敢的买什么吧 是这样吧 大家记住 你做对冲的就是这样的 就是这样的 我怕这个东西往上涨 我就要去买一个看涨的期权 而我怕它下跌的时候 我就要去买一个看跌的期权 对不对 我怕它涨上去 我就要做多它 我怕它跌下去 我就要做空它 对不对 就是这个样子的 就是这样 好 所以同样的情况下 我又可以去投机 又可以转移我的风险 对吧 我怕什么 我就干什么 好 那么这个就是看涨期权 看跌期权 好了 你有四种 那个option的position 有四种option position long call short call long portal short portal 对吧 那么很显然 会问你 那么这个哥们到底是看涨还是看跌吧 是这样吧 好 那么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 如果以前没有接触过期权的 那么基本上你现在肯定是会搞晕掉的 肯定是会搞晕掉的 那么所以希望大家在后面的一段时间里面 要把这个搞搞熟 以后考试呢 它不会考你单个的option 它会考你期权的组合的 它要考你option的组合 那么你基础的这个单个的期权 一定要搞熟 你后面才会 才能搞到这个 好 那么我们先跳过这个 直接讲下面这件事情 下面这件事情呢 就是在讲option的payoff图 payoff图 到期价值的图 结算价值的图 那么这个图 我们以后看到任何一个图 首先要记清楚 它的横轴是什么 它的重轴是什么 对不对 那么这个payoff图里面 y轴啊 就是重轴啊 它是payoff 就是到期价值啊 同志们 是指到期的价值 对不对 它是到期价值啊 y轴 y轴是指市场价格 underlying assets 的市场价格 underlying assets的市场价格 the price of the underlying at expiration 对不对 当它到期的那一天 我这个underlying assets的市场价格 是多少 那么这个里面 它就开始画这个图了 long call long put short call short put 这几个 这几个东西 同志们以后要非常的熟练 以后要非常的熟练 以后这个 我常说的就是不需要用大脑 小脑就能想出来 就这个 比较熟 比较熟啊 那么这个东西 我们来看它是怎么画的啊 怎么画的 x跟大家解释过了 是这个期权的 期权价对不对 执行价啊 执行价 long call 这个哥们儿是long call 也就是说 他是买 他是买了一个期权吧 买了这个期权以后啊 这个期权是说 有权以一定的价格 买入一个资产吧 买入一个资产啊 好 买入一个资产的话 那么我们就来了 我们画一个数字吧 假如说我们 x是等于100块的 等于100块的 对不对 我现在的头寸是说 我狼了一个quava 到期了以后 到期的那一天 到期的那一天 市场价格是101块 请问我的payoff是多少啊 1对吧 1 如果是102块呢 2 103块 3 是不是这样的 所以105块就是5 200块就是100了 是这样吧 所以我在这边啊 我可以很清楚的知道 这条线画出来是 长成这个样子的吧 长成这个样子 这是说 当我是long一个call的时候 在这个期权到期了以后 市场价格高于执行价的部分 它是长成这个样子的 当到期了以后 市场价格小于执行价的话 我这个call还会行权吗 不管你是什么价格 我都不会行权 对不对 同志们 我都不会行权 所以我的payoff都永远是 零 永远是零 永远是零 好了 那么大家这幅图呢 以后要记住的 要记住的 那么你们要知道 一个期权 首先 它的执行价 左边和右边 应该是不一样的 对吗 同志们 单个的期权 不是 只会有一边 它是 它是零吧 因为它没法行权嘛 就必然是零嘛 而你要画的只是行权的时候 它的形状是怎么样的 对不对 所以画这种图 你就知道 你先判断一下 它的行权的区间在哪吧 行权区间嘛 你这个图一下子就画出来了 另外一边嘛 横过来 piai down嘛 结束来 这个东西就画出来了 是这样吧 这个要非常的熟的 好 这个是long call吧 long call的对手方式 是long port还是short call 对手方 对手方 long call的对手方 short call 是short call short call 你long了一个call 就是说你买了一个call 那么对手方应该是卖给你call的 那个人吧 所以是short call 同志们 这个不能搞错 好 所以是short call 你的对手方是short call 衍生品的一个特点 就是零和游戏 对吗 同志们 你赚的每一分钱 都是你对手方付给你的 你亏的每一分钱 都是被对手方赚去了 括号 不考虑手续费 是这样吧 考虑手续费就是复合游戏吧 是这样吧 既然是零和游戏 那么我们就知道了 short call的图是怎么样的 关于 xy走对手 还是x走对手 x走对手 是不是 是不是画成这样的 打打打打打 吼一下子 是吧 这个就是short call 这个就是short call画出来的图 short call画出来的图 short call画出来的图 同志们这幅图一画出来 你一定要心中要一种恐惧的感觉 为什么恐惧的感觉呢 short call的这个哥们 他的loss potential是多少 无穷的 是不是无穷的 无穷的 同志们 当你有一天去卖call的时候 你要提醒自己 你可能会很难看的 这个 你明白吧 这个是无穷的 你有没有发现 狼扣你的赚钱 其实 我说是potential 是无穷的 对不对 意味着short call的这个人 可能是loss是 无限多的 因此 很多人在short call了以后 就是把这个call卖出去以后 卖出去以后 他顺手会去做些对冲的 他也怕的 他也怕的 万一就是 虽然不可能这样架这个一直下去 万一呢 对不对 金融市场 金融市场这个变幻莫测 对吧 这一下子就挂了 百年基业就会毁于一旦了 就这种事情 好 那么我们知道了 我们知道了 short call 其实是最危险的一种 一个动作吧 这个动作真的很危险 那么我们来看看 short port有多危险 对不对 short port危险吧 同志们 还行 还行 short port干了 还怕short port 对吧 还好 还好 大不了 大不了就归零嘛 对不对 我们现在画这个long port 好不好 long port 根据我们的原理 执行价左右肯定是 不一样吧 不一样 对不对 port是说 我有权 long port的人 有权以一定的价格 把一个东西扔给你吧 把一个东西扔给你啊 当这个价格高于执行价的时候 我会扔给你吧 市场价格 现在我跟你约好 我能够以100块钱 把东西卖给你 现在市场价格200块 然后我疯了 100块钱 硬要卖给你 所以在他的这个执行价的右边 这个port他是废纸一张吧 是不是废纸一张 当执行价格 现在这里是100 市场价格跌到99块的时候 我仍然能够以100块钱 把一个价值99块钱的东西 强行塞给你吧 是不是我就赚了 赚了1块钱 我如何赚到这1块钱 就很简单 我市场上去买个90块 99块钱 买个东西买过来 然后100块 顺时间就扔给你 是不是就赚1块 所以我这个时候 到99块的时候 我会赚1块钱吧 当98块的时候 我会赚2块钱吧 一直画出来的图 是不是长得这个样子的 长得这个样子 什么时候 我port赚的钱最多啊 市场价格 跌到0的时候 是这样吗 同志们 市场价格跌到0的时候 好了 市场价格跌到0 我赚的钱的最多的数量 就是执行价 对吧 是不是 就执行价嘛 大不了全给你吧 那么 这个是long port long port的 那么我们的short port 长成啥样 x我推算 对不对 是不是长成这个样子 是不是长成这个样子 好了 这个时候 你就想了 还好 还好 short port危险不是很大吧 大不了把执行价 全给你嘛 对不对 我最多就亏到执行价 那么里面有一个前提 是说价格不会小于0 对吧 是这样吧 也许有一天 是不是 你说价格有没有可能小于0 价格有没有可能小于0 一个东西 最后变成了垃圾 我要把它处理掉 还要再负一笔垃圾处理费吧 不仅没人买 我要处理掉 还要负一笔垃圾处理费 因此它的价格是不是 负达 是吧 当然这种情况没出现过 这种情况没出现 但是我们也得当心点 是吧 也许哪一天 就我刚刚说的 大家都赌利率是不会小于0的 结果况就给你看利率就小于0了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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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